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公安部推出六项公安交管改革便民立起新措施 此次公布的六项公安交管改革新措施 包括三项试点推行改革措施 三项全面落实改革措施 三项试点启动的措施包括围绕积极推进 电子阵照在交管领域的应用 优化驾驶人计分管理等方面 三项全面推进的改革措施 主要是总结推广以试点的改革措施 推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落地 进一步扩大改革概念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电子化 接受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计分 提供交通事故处理进度和结果网上查询 等三项试点启动的措施 将于2020年3月1号起在部分省市新型试点 租赁车交通违法处理简洁快办 小客车转集信息网上转递 交通安全导航提示服务等三项全面推进的改革措施 将于2020年3月底前在全国全面实施 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第22至24批指导性案例 为了加强和规范案例指导工作 保证法律适用的规范和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22至24批指导性案例 涉及知识产权 国家赔偿 执行和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共27件案例 同时发布会上还介绍了这三批指导性案例的意义 和主要内容 比如指导案例113号就是备受社会关注的 乔丹商标行政纠纷系列案件之一 也是最高人民法院首个以全媒体形式 现场直播庭审和宣判的典型案件 明确了商标行政纠纷案件中 主张在先姓名权保护需要满足的条件 申请注册商标损害在先姓名权的认定标准 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的重要作用 发挥案例评价指引作用 不断提高环境司法的能力和水平 推动形成人人依法履行义务的良好社会范围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度榜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热点事件登上了今天的榜单 我们看排在首位的是 西宁路面坍塌 公交车陷入大坑 1月13日17时30分左右 在青海省西宁市的一公交车站前 突然出现了大面积的路面坍塌 一辆等候乘客上车的公交车 和部分排队的乘客陷入了坑内 事故发生后 现场调用了应急救援车辆30余辆 应急救援和公安等1000多人参与了救援 我们来看排在第二位的是 2019年全国十大自然灾害发布 日前经应急管理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自然资源部等国家减灾委成员单位 会商核定 2019年全国各种自然灾害 一共是造成了1.3亿人次受灾 909人死亡失踪 12.6万间房屋倒塌 农作物受灾面积19256.9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 3270.9亿元 我们来看排在第三位的是 湖南一医院 六年虚构215条救护车记录 湖南新田县日前对外发布了一起案件 六年的时间内 犯罪嫌疑人郑某某通过 通过这种虚造的215条救护车 行车记录获利2万多元 涉案人数达到了65人 目前相关部门对主要责任人 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责令65名涉案医护人员 会回违纪所得 并在医院急救车上安装了GPS定位设备 完善车辆管理制度和暴障制度 那对此呢很多网友表示有话要说 有网友就说了 这个救护车它到底是救人的 还是用来当摇钱树的呢 还有网友说了 一定要严惩这些唯利是图的人 好 以上呢就是 今日热度榜的全部内容 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向 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征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 来联系我们 更多移动视频 请您扫描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客户端观看 好 接下来进入今日聚焦 每月呢不少人都会选择 乘坐长途客车回家 可是啊个别的长途大巴车 会舍尽求远 并不选择在高速公路上的服务 而是要开出高速路停靠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中又有什么样的门道呢 这是一辆从贵州贵阳 开往浙江温州的 长途卧铺大巴车 大巴车沿着护坤高速一路行驶 路上虽然经过多个 高速公路服务区 但司机都没有停靠 车头前面那个有服务区嘛 是个厕所啊 休息一下的 我们这吃饭的社会有吃饭的 到那里重新吃饭来 近在眼前的服务区没有停 又开了一个多小时 这辆卧铺大巴车 驶出了护坤高速贵州同人出口 在一条乡村公路上 行驶五六分钟后 拐进了一个饭店 这个饭店地处偏僻 周围一片漆黑 唯独这里灯火通明 停车场内停着十多辆 长途大巴车 饭店十分简陋 像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大棚 里面可以容纳上百人 同时就餐 一份一荤两素的米饭套餐 要三十元 一碗米粉要二十五元 而在当地 这样的米粉价格 在八元钱左右 米饭套餐咸得难以下咽 记者想要一些开水泡方便面 自带的方便面还是什么 自带的 自带的你这里少五块钱 自带方便面 用一碗热水要五元钱 这个饭店也卖方便面 价格是十五元 而同样的方便面 在当地高速公路服务区的价格是四元 同样的一瓶水 这里的价格是五元 高速公路服务区的价格是两元 其他的火腿肠 抽纸等商品的价格 都平均比普通超市高出一到两倍 大约半小时后 大巴车司机催促乘客上车继续前行 又过了五六个小时 在凌晨一点半左右 车辆从沪空高速香香市出口驶出 来到一个客运接驳中心的地方 根据规定 长途客运车辆的司机 在凌晨两点至五点必须休息 停车后 所有的乘客被赶下车 然后车门被锁上 乘客们不能再回到车上 院子的大门也上了锁 不允许乘客出去 此时已是凌晨 当地的温度很低 没有地方去 乘客们只好进入这个接驳中心的大厅 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收费的 吃饭收费 连上厕所也要收费 从凌晨两点到五点 乘客只能待在这里 在这里一份米饭套餐要35元 米粉要25元 大厅里的凳子只有买了餐饮的乘客 才能坐 如果不买 就得交20元的茶位费 这样才能在桌子上趴一会儿 乘客本来可以在卧铺大巴车上休息 现在却被赶下了车 为了省点钱 很多人选择蹲着或者站着 熬过这段难熬的时间 广播里说的空调房又是什么样的呢 记者付了45元后 进入了一个黑暗的大厅 这里床挨着床 类似大通库 一个房间密密麻麻 就有上百个床位 这个服务区有四到五个这样的大房间 总共大约有几百个这样的床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运输条例第69条的规定 运营车辆不按批准的客运站点停靠 或者不按规定的路线行驶的 处10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地吊销运输经营许可证 相信这些规定的司机也一定清楚 可为什么他们还敢随便载客 去黑服务区呢 按照店家自己的说法 这些所谓的服务区总是神通广大 江西这个所谓的服务区经营了20年了 湖南香香市的服务区经营了十几年 离香香市那个所谓的服务区几百米 就是湖南高速交警香香大队所在地 记者向高速交警反映见到的情况 这些东西我们都管不了 这个属于运输管理部门的一个职责 随后记者又分别联系了其他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长途汽车街坡中心 这个街坡中心在你们那有备案吗 这个没有的 没有的是吧 没有的话他怎么能够停几十辆长途汽车呢 那肯定是跟别的车 的消息或者是乘务员他们有联系吧 这个方便不是所有我们管的 属地原则的 如果是大巴车 如果是外地的话就要打他那边的电话 我们来看这几个数字 一碗方便面15元 大厅板凳上坐一会儿要20元 就连一碗热水也需要5元钱 事件中呢还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 就是这几个黑服务区经营的时间最短的 也有十几年之久 那这么长的时间却没有被查处 究竟是谁给的底气呢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央广评论员张斌 张斌老师您好 您好小慧 谈一下您的看法 应该说这里面本身这种黑的宰客点 我们就不多说了 肯定是违法违规的 但是这里面特别耐人寻味的是 相关部门给出的回应非常有意思 交管部门说这个事情不给我们管 交通部门说这个事情饭店我们也管不了 打到相关市政府的这样一个热线的说 这个大客车是属地管理 你哪的客车朝哪去 这太极打的皮球踢的 应该说是玩的纯熟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权钱交易 有没有利益输送 但是最少不作为是一定的 一件违法的事情侵害了消费者权益的事情发生了 总要有一个主管部门 正是因为相关部门的不作为或者慢作为 才让这样的事件不停的发展 一直持续了十几年 让旅客的权益受到了损失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这样一个黑饭店 这样一个宰客点难道比扫黑除恶还难吗 我想只要相关部门重视了 特别是我们的这些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重视了 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 如今交通运输部已经发出了相关通知 要严查并且严肃处理这件事情 我想这个事情会有一个解决 但是类似的点还有没有 未来会不会再死灰复燃 还考验着我们的整个的执政体系 和执政能力的这样一个水平 春月已经开始了 让老百姓回家走得不但要安心 还要走得顺心 恐怕是我们各级部门的 不可推卸的责任 小慧 好的 感谢张斌 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了通报 要求相关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立即组织开展调查核实 例行例改 并向全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那进入春运的第六天了 广州火车站也迎来了春运的小高峰 客流量从春运第一天的14万5千多人 增加到了将近18万人 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今年的春运小高峰 比往年来的要早一些 今天是1月15号 是春运的第六天 那广州站今天的客流量 预计将达到18万人次 18万是个什么概念 是平常客流量的两倍之多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广场上 还是进站口 还是后车市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 如此密集的人群 如何保证大家能够从这里走得平安 走得顺利 那广州站是早早就做好了这个春运的准备 那首先是人员分流 在广场上可以看到 他们把后车趋势分成有8个小时后车 6个小时后车 一直到3个小时的时候 才能够持票进站 说到进站呢 以前广州站有一个问题 就是进站口只有一个 通行的时候会显得非常的狭窄和拥挤 那今年他们进行了改造 把一个这个进站口改成了3个 那这个时候你再看过去的话 就会非常的通畅 那除此之外 安保力量是必不可少 在广场上到处可以看到警察的身影 那今年他们的安保力量是如何部署的 我们有请车站派出所的教导员 吴教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你好吴教 今年是有多少安保力量 是如何来安排部署的 广州火站今年投入的安保力量 有530余人 它主要来自于广州站派出所的民警 特保 辅警和机关资源的民警 还有武警 学员 学警 我们将24小时维护站内的这样次序 我们在进站口 安检口 票厅 出站口 广场 后车室 站台设置的警力 我们实行区域管理 附下联动 同时做好了处突的各项预案的准备 好 谢谢 正是因为有如此安排部署 严密的这个安保力量 才让每一位旅客 在进到广州站之后 就会有这个满满的安全感 昨天晚上我在广场采访的时候 广场上有一些人就睡在广场上 要在这儿过夜 我就问他们说 你夜里睡在这里不害怕吗 他们说 有警察呀 怕什么 那看来真的是有警察就有安全 那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 所有的旅客都能够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地回家过年 也要向知情的警察们说一声 辛苦了 日前2020广西吴州警察马拉松赛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会上介绍了赛事的相关情况 2020广西吴州警察马拉松赛 将于2月16号举行 围绕强警练兵力争上游这一主题 将警察运动与马拉松相结合 打造了一场全新的国际性警察马拉松赛事 这也是全国首个将公安实战大练兵 与马拉松赛事相结合的赛事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警察马拉松赛事 结合实战大练兵 进一步提升民警的身体素质 提升履职担当的能力 更好地为经济社会的发展 保驾护航 去年年底 云南普尔发生了一起肇事逃逸案 受害人被撞后又遭两次碾压 警方通过摸牌走访 成功将肇事司机抓捕归案 2019年12月15号早上6点多钟 云南省普尔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圆末高速公路交巡警大队 接到群众报警称 有人在高速公路被撞倒 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一汤血 隔四顶五米的时候 四顶五米的肌体又有一汤血 血迹 然后完全走在这个 这个地方 躺着一个女性尸体 女性尸体头头西方 脚炒东方 躺着女性尸体初步判断 年龄在65到75岁之间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毫有生命起征了 已经死亡 案发地点处于监控盲区 民警又无法第一时间 确定受害人的身份信息 随即民警一边寻找师员 一边对现场残留的 车保险杠进行分析 保险杠它有五领宏观的标志 我们到现场勘察之后 是不能确定失购的时间的 我们走四顶半到六顶半之间 通过我们下期 这里这个失购信场 三四公里的地方一个卡口 这个卡口通过的车点进行排查 这条路是那个 从昆明到曼谷的国际昆曼大通道 就在这个时间段内 有两千多辆车 从这个路段通过 然后确定了五领恒观 最后确定有四辆车 是五领恒观 然后就从其中的这四辆车 又排查出重点的一辆 很快 民警就找到了 涉嫌肇事逃逸的车辆 通过讯问 驾驶员承认案发时 路过案发地点 他给我们说的就是 他在过 还不到末这样的地方 有压到一个东西 像是过减速带一样 当时他以为是 那个前面车掉下来的东西 五领恒观是选迹车辆 因为这个信场洒落的 这个保险杠 跟他车上的后保险杠 是纹合的 就是根据分析 确定一下这个车 并不是第一次撞击到老人 这个辆车 民警在案发地点 发现两汗血迹 说明受害人 至少被碾压过两次 再加上撞倒受害人的车辆 这就说明 至少还有两辆 涉嫌肇事逃逸的车辆 没有归案 通过大量的视频分析 民警发现 2019年12月15号 走上六点多钟 一辆登记地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的车 有肇事逃逸的嫌疑 这辆车很可疑 因为它六点钟下高速公路之后 它就直接停在这个收费站 收费站出口那个地方 一直到八点钟 八点钟的时候 它就上高速了 但是进来的时候 车辆是很脏的 也是污染很硬重的 但是出息的时候 是很干净的 它就洗个车了 民警很快就找到了这辆车 但是他们在车上 没发现受害人的人体组织 车辆也没有被撞击的痕迹 案件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就在民警寻找案件突破口的时候 视频追踪组 找到了一段受害人 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的视频 视频显示 2019年12月15号早上 5点20分 受害人走出监控视频 我们就是从老人 在视频消失的那个地点 往案发地点走 走了11分钟之后 才走到案发地点 也就确定了 这个案发的时间 为5点半左右 一下子就把这个排查的时间 就缩短了 缩小了排查的范围 我们最后来控制在22辆 22辆车 22辆车车当中 有这个大车 还有SUV 还有小车 就在民警对这22辆车 逐一进行排查的时候 法医还来一条重要信息 受害人的眼部有刮伤 尸体的高度 高度的话在1米5左右 1米5左右 如果我们就不会判断 这个车辆第一次碰撞的 这个车辆的碰撞的痕迹 应该是1米5以上 排查范围再一次缩小 但是相关车辆早已使出 圆末教寻警大队的辖区 在上级公安机关的协调下 涉案车辆所在辖区的交警 很快就找到了一辆 具有重大嫌疑的红色货车 当时这个驾驶员就是说 过那个路段的时候 好像在看到有一个人影这样 然后就往右边打了一下方向 车还划了一下 也就差点翻了 然后他就打着电筒看了一下 后面的车辆也正常行走 然后就开车走了 我们在警察的车的时候 在这个他的车的左侧货箱 左侧货箱上发现一顶血迹 还有一点人体组织 经过鉴定的话 这个人体组织 也是和这个受害者的一个组织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 对其他嫌疑车辆进行调查的民警 也找到了一辆涉嫌肇事逃逸的预影车 2019年12月21号 受害人的家属找到 袁末教寻警大队任领了失员 目前涉嫌肇事逃逸的驾驶员 依法被取保候审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前不久在河北望都县 一个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士 带着两名儿童闯灯 结果被横向驶来的小轿车撞到 一名儿童被卷入车底 当天下午 在望都县一钉字路口 一女子带着两名儿童 驾驶电动自行车 由北向南行驶 此时南北方向信号灯为黄灯 但女子并未停车等待 而是选择闯灯通行 与此同时 由西向东方向 一辆白色轿车在黄灯闪烁后 与加速左转抢灯通过 与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 电动自行车被撞倒 车上一名儿童被卷入车底 随后被送往医院 五子三人均不同程度受伤 后座男童倒地不起 受伤矫重 事故双方车辆损坏 电动车驾驶人王某和轿车驾驶人王某某 应付本起事故的同等责任 乘车人无责任 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下面进入法治素揽 一起来看看全国各地 还发生了哪些法治事件 日前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 在执勤中发现 有一个三岁大的男童 独自走在后车大厅内 附近也没有家长陪同 民警判断 孩子可能和家长走散了 与此同时 一名旅客来到派出所报警 称自己的孩子走丢了 随后知情民警带领孩子 前往警务室与其父母会合 原来孩子的父亲 隋先生看手机 发送消息 其爱人拉着行李走在前面 这个时候孩子往相反的方向 越走越远 民警对隋先生夫妇二人 进行安全教育后 将一家人送走 目前隋先生一家 已经平安回家 近日 吉林铁路公安处 吉林北车站派出所民警 在视频巡查时 发现一男子贴靠跟随其他旅客出站 有买短成长诈骗铁路票款的嫌疑 随后民警将嫌疑人赵某当场抓获 据了解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赵某用买短成长的方式 恶意逃票168次 目前赵某已被警方拘留 票款也已如数追回 近日 北京站派出所民警发现 一名戴口罩的男子 徘徊在自助取票厅外 行济十分可疑 只见他趁人多拥挤 贴靠在了一名女子身后 将这名女子的手机偷走后 迅速离开 民警立即上前将其抓获 随后民警在停车场角落 找到了施主被盗的手机 并将该男子何某带回派出所 经审讯 何某对自己盗窃 他人财物的违法事实 供认不讳 目前何某已被北京铁路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来看一则警情通报 2019年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 忽兰分局 成功打掉以董某为首的 恶势力犯罪集团 其中王洪旭有重大作案嫌疑 现在逃 公安机关将对协助抓获 犯罪嫌疑人的群众 给予人民币五万元的奖励 好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看 发生在重庆的一场紧急救援 观看更多一栋视频 请扫描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好了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小辉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